遊玩了五個鐘頭的時間 來這邊做個遊玩總結吧 這款遊戲它是以修仙為概念的 但是花的時間跟一般的NORPG是差不多的 所以第一天在玩的時候 你可能要準備一個五六個鐘頭左右 來應付第一天的干度 然後來做一個簡短介紹吧 左上方的日常 這是今天的日常任務 已經做的差不多了 這邊會花掉你大量的時間 還有組隊 這邊就是打BOSS的 這邊還有分身系統 不過目前還沒有解鎖 在修仙的概念 它做的還算是挺完美的 這大部分都有加進去 然後桌卡月卡部分 玩這款遊戲 如果你有刻到雙月卡 會給你到八千多的零食 給的非常多 所以無刻來講不太建議玩 不然遊玩體驗應該會差很多 右下方點開 這邊有角色 其實你只要跟著做任務 你就會有這些東西 就是點一點而已 大概就是NORP這種 紅點點的玩法 套個皮而已 就是修仙類型的 然後這個地方先緣就是友好度 四不兩立就是你要去跟他打架 剩下的就是送你給他們 然後他們會回你給你 這邊新手任務會交 所以我們就略過吧 再來 弓法 弓法的部分 像你打BOSS 或者是在做任務 就會有弓法給你 然後弓法也有陳述的 我們可以透過修煉之類的 然後去提高他的陳述 還有這個神通 這是裝配的 這裝配的話就是進行戰鬥 就會把它安裝在上面 然後他會自動進行施放 還有什麼啊 先是 先是就是這個地方啊 其實就是讓你購買的 中門部分 要到住機才能加入中門 這一點要注意 所以第一天最好至少玩到住機 不然晚上的中門任務是無法參加的 好 這個是法寶 做完任務他就會不斷給你了 拍賣 公會BOSS打完了以後 然後就會進行拍賣 這些 然後這是郵件 會有分紅 有參與到的話就會有分紅 再來是左下方 左下方 就是進行修煉了 其實他就是一個掛機收益的概念 然後你在修煉這些工法的時候 如果滿了 像我現在是太白見覺 如果滿了以後 就更換了工法 然後你看哪一個工法還沒有滿 你就去掛他就好了 還可以給你服用丹藥 所以我們可以先練丹 進行練丹 批亮 開始練智 這邊就要等待一點時間了 那跑一下 那有一些丹藥是可以直接服用的 服用也是需要練化時間了 今天最高遇到有七分鐘的了 韓力直導 其實韓力直導有點像 爬塔的概念 他就是不斷的打一層一層打下去了 來看一下戰鬥吧 戰鬥部分就這個樣子 然後 他會自己攻擊 自己進行戰鬥啦 所以本質上還是一款吃戰力的遊戲 來上方這裡點下去 游力 游力的話 如果你的體力夠的情況下 你可以讓他自己去跑 反正他這個就是會 在一個地方 像地圖嘛 地圖其實他是很大的 我們假設點這裡好了 你看他會直接在那邊飛 很有仙霞世界的感覺啦 在修仙龍感覺就像這樣 那游力的話就是他會將地圖這樣子到處 那這款遊戲的優點 就是像前面所講的 來講講他的缺點部分吧 缺點部分是在於 這款修仙遊戲 他做的實在是太乾了 第一天太厚的時間啦 但是我不知道後面會不會稍微好一些 我是覺得像這種遊戲時間還是要拿捏一下 不然你對於一般上班族來講 他想要修仙那些的玩法 但你第一天要耗掉大量的時間 太困難了 那這裡 像這個地方啊 這邊要去尋找機緣喔 然後這邊的缺點就是說 機緣要找他沒有自動尋路 而在機緣部分啊 其實具體是怎麼樣我也不知道 那因為我要準備三遊戲啦 如果有完成的朋友們 歡迎在下方留言區分享出來 那這款遊戲最大的缺點就是 他做成直向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 這種遊戲開發商他們喜歡做直向 是因為直向看起來 角色人物很大 看起來很漂亮嘛 然後都沒有去試玩過嘛 我覺得他這種模式嘛 很不適合現在的玩家啦 而且多半的玩家很多 對於直向遊戲是相當反彈的 我本身也是滿反感的 因為像這種直向遊戲 所以你要讓人家去操作的話 那就要做成橫向 不應該做成直向的 看得很辛苦啦 那現好我手機還比較大隻 然後如果小隻的手機的話 你要人家怎麼玩 好啦 本支影片就到這裡吧 大家掰掰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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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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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